1937年第五战区副司令韩富渠,率领军队在黄河沿岸阻击南下日军,经过多日激战,韩富渠三个师损失过半,正当他和指挥部策划包抄日军后路的行动时,突然接到报告开战前拨给自己指挥的炮兵旅,被蒋介石一道命令私下调走给了嫡系汤恩伯,气得韩富渠大骂。 老子抄日本人的后路,蒋某人抄老子的后路,转身带兵后撤B站,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听闻也是气得直拍桌子,荒唐,传我的命令从今天起第五战区的一兵一卒,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调动,蒋介石也不行,上面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。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在中共有个外号叫运输大队长,说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优良装备,经常在老蒋的指挥下被解放军缴获,就像免费帮忙运输一样。 其实蒋介石另外还有一个外号叫微操达人,微操是及时战略游戏中的一种常用术语,是一种根据天赋练习,得来的多个游戏单位控制能力。 良好的微操可以左右游戏中的局部战局,从而获得整个战局的胜利。 职业玩家的每分钟微操能够达到两百次以上。 微操达人蒋介石的意思是,调侃蒋介石在打仗时特别喜欢越级指挥,身为国军总指挥本应只负责大战略,却经常打电话发电报越过前线指挥部,直接指挥一线士兵如何作战。 甚至有要求前线机枪手左翼五米的搞笑段子,正是他的这些微操导致战前全盘部署被打乱,前线指挥官晕头转向的就被全歼了。 蒋介石作为战场上的玩家就是人菜隐大,早在围攻红军时期,据时任蒋介石侍从事主任的燕道刚回忆,从得知红军度过乌江之日起。 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认,撇开了薛悦的前敌总指挥部,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,薛悦成了旁边一个高级传令兵。 蒋介石有时还耳红脸赤,骂个不停。 每一道调动部队的电令,薛悦非经请示,不敢做主。 4月5日,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。 蒋介石心身不安,竟走出行园,勘查城区攻势。 途中训斥郭思雁督则下属不利,待乎职守。 在抗日时期,蒋介石依然不改在松户会战时。 第三战区又一座战军司令张发魁。 发现自己的一支炮兵部队不知道去哪了? 于是,询问第三战区司令冯玉祥,冯玉祥也一头雾水。 经过调查,发现是蒋介石,跳过战区和军团把炮兵调走了。 冯玉祥在回忆录中吐槽,最高统帅连一连炮兵都指挥着这是什么统帅法。 到1937年10月30日,由于松户前线作战不利,蒋介石将中央作战军司令朱绍良调走。 把第九集团军交给右翼总司令张发魁统一指挥,对于是否全线撤退。 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,未能下令。 到了11月9日,张发魁发现第九集团军58时,市长于继时从他司令部门口经过。 于是拦住问道,你们的军团长胡宗南在哪里? 于继时报告,他已奉命撤退,难道总司令您不知吗? 原来整个第九集团军已经接到蒋介石命令全部从前线撤退了。 只剩下张发魁的司令部不知道消息,来到解放战争。 蒋介石不完全盘微操,该精准微操了。 辽审战役期间,蒋介石三次到沈阳亲自指挥,绕过东北脚总魏力皇,直接指挥杜玉明收复锦州。 失败后,又拿魏力皇问罪,魏只好出走国外。 在蒋介石日记里,也有某天用电话指挥前线作战,四五个小时没放下来,手臂酸痛不已的记录。 在淮海战役中,随着黄百涛兵团被消灭,黄围兵团被包围。 同样被解放军困在徐州城内的脚总司令杜玉明,率领三十万国军谋划出从西面突围的作战计划。 上报之后,蒋介石对此应允了,但出身嫡系的杜玉明甚至蒋委员长的微操,担心蒋介石中途悔改。 为此,他专门乘飞机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说,急放弃徐州,就不可恋战。 若恋战,就不可放弃徐州,在得到蒋介石点头后,回到徐州的杜玉明为了防止蒋介石变卦。 前翠将所有电台统统关掉,掐断了连接南京的网线。 1948年11月30日,杜玉明成功突破解放军包围圈向西南撤离,然后各式用滚筒式作战交替掩护撤退,让解放军一直无法追上。 可就在此时,蒋介石竟然派出一架飞机,向杜玉明精准空投了一封亲笔信,要求杜玉明不准撤,马上转头去救黄维兵团。 此时,杜玉明就知道完了这一通精准微操,让黄维兵团和杜玉明兵团谁也没跑了。 数十万人全部被解放军围揭,以上这些例子说明,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到了何等不可思议的地步。 李宗仁就认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,就是蒋介石的越级指挥。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,蒋介石一个电话将部署打乱,学悦无法不救丢掉了长沙,一气之下把部队撤至江西。 而飞案命令撤往湘西,差点被处分。 后来有人问薛悦为何如此? 薛悦很气愤,跑远一点,他电话就打不通了。 194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,国防部长何应钦就曾直接指责。 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和独揽大权,连何应钦这个嫡系亲信都要公开指责。 可见蒋介石的越级指挥难服人心,效果糟糕。 948新黄瑟 接下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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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 MRPS